疫情发生后 陆陆续续有不少爱心物资 驰援湖北校感 蔬菜等生活物资 占了不小的比例 通过民间公寓组织捐赠的蔬菜 都送到哪里去了呢 近日 记者来到湖北省校感市 义工联合会的救灾备灾仓库 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蔬菜的取向 一大早 义工们将分装好的爱心蔬菜装车 开始配送 当天的第一站 就是校感市校南区光荣院 与校南区光荣院相邻的 就是校南区社会福利院 与光荣院不同的是 这里除了老人还有孩子 目前院内还有20多名老人 三名孩子 生活物资 我们年前背了一部分 背了一部分 还是有一定的缺口 正好一公年 转交四川人民的爱心过来后 我们感到很激动 也得给我们老人 这个生活的这种青菜 这必备品 确实还起了不少 刘凤玲介绍 老人小孩免疫力低 更容易受病毒侵害 在日常防控中 除了消毒隔离等措施外 日常饮食也十分讲究 对新鲜蔬菜的需求 也更为迫切 这个菜品以后 我们是妥善地安排 合理地搭配这个膳食营养 我们有汤 每天的话 像窝居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做汤 青菜的话 我们用菜头的话 我们可以用腊肉 跟他们炒着吃 就是合理地安排 这期间的饮食 离开福利院后 记者跟随义工 又来到了 校南区广场街道办事处辖区 辖区目前有居民17万人 根据防控要求 有确诊或疑似病例的 自安村居民小区或楼栋 实施全封闭管理 为保证隔离居民的日常生活 他们主动联系了校感式 医工联寻求帮助 专线的这些蔬菜呢 我们都专线到了确诊单元 封闭单元的那些人群 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 比方说我们辖区的 孤寡老人 失读的老人 残疾的 就是没有生活能力的那些人 义工彭洪拆介绍 这些爱心蔬菜 主要是送到一线医院 福利院 以及隔离小区等地方 每到一处 他们都会跟接收方 仔细核对 接收菜品的种类数量 并书面填写接收函 然后反馈给捐赠方 这些社区好 医院也好 再加上福利院也好 我们群体都是人家的爱心 他们专注过来 就是送给最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一过年呢 就是当班运工 把这些蔬菜 爱心蔬菜送给那些 最有需要的人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